大家好,看看攝影又來了 看看攝影今天在忠孝西路火車站的前面 那我來火車站前面幹嘛?我要來街拍嗎? 不是,我要趕火車到南部嗎?也不是 因為我要來這裡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這是我們台灣中華民國 第一個保存攝影、研究攝影、展覽攝影的地方 那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們今天當然要好好來參觀一下 這裡是大阪商船諸事會社 也就是一個船務公司在台灣的分公司 那後來日本人走了以後 這裡變成公路總局的辦公室 有一段時間其實大家都不曉得這裡這樣的一個地方 省修過以後這裡變成了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看開幕有哪兩個非常精彩的展覽 看看攝影今天就帶大家來欣賞 那我們順著這個古蹟的這個樓梯往上走 來到了二樓 那二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所看到第一個展覽 是由David Company先生所測的一個展覽 我們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會選擇這樣的一個展覽 來當作我們的開頭的一個展覽 勢必有它的原因 那等一下我們進去以後好好來欣賞一下 這個展覽一開始 當然就是由這張非常重要的作品 來當作它的起始 這一張作品 它是由兩個非常知名的作者合作而成的 它是一片玻璃 這片玻璃其實是Duchon 放在工作室裡面 就弄了很多灰塵 然後感覺很髒的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對門瑞來講呢 他覺得這些沾滿了灰塵的一個 原本它是屬於另外一個藝術品 沾滿了灰塵以後的這塊玻璃 他覺得這些灰塵給了這個玻璃另外一個生命 那這個其實也就回過頭來 提到了這個門瑞對於這個攝影家這個角色 他的一些思考 攝影本身有一個所謂的寫實跟紀錄的功能 那這個寫實跟紀錄的功能 當你去面對一個 比如說是一幅畫 一個平面藝術的時候 那攝影家去拍一個平面藝術的時候 他到底自己有沒有創作的成分在裡面 今天假如攝影家我們去拍一個街景 或是一個雕塑 那攝影家可以去找角度啊 找光線啊 找人在裡面活動啊 看得出來有攝影家的 所投入的心血跟設計的東西在裡面 可是面對一個平面的作品的時候 攝影家怎麼在一個平面的藝術品上 加上自己的東西呢 所以他覺得這些沾滿了灰塵的一個平面的藝術品 他其實是好像老天爺送他的禮物 他覺得讓攝影家有機會利用灰塵 來讓原本的作品多了一層的layer上去 多了一個東西上去 我們在這個作品上 我們看到是兩個藝術家的簽名 一個是Duchan 一個是Menray 1920年 剛好1920年 現在100年 也就是說 他發覺這個灰塵這件事情 原本在我們的人世間 當然把它當作一個不重要的 可是 在藝術家的眼中 這樣的一個灰塵 是有機會讓藝術給予另外一層生命 策展人 要把這個沾滿了灰塵的玻璃板 來當作他一個最重要的照片 其實也在提醒我們或告訴我們 攝影家的機會 攝影師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藝術這件事情 那他可能剛好跟原本的藝術家所思考的事情不一樣 那他還是有機會 可以把他的創造力 把他所想表達的東西 利用眼前所看的東西來表達 所以他利用一個 我們覺得可能不重要的層 來代表一個東西 那當然在策展人的角度 Dust跟時間 這個滿滿的灰塵 怎麼樣會有滿滿的灰塵 可能需要很多的時間 當然還有空氣的流動啊什麼等等 所以時間把這個灰塵這個東西從微小變成巨大 所以A handful of dots 成語詩呢 就變成了這個展覽非常重要的一個標題 也是我們所看到這張照片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們看到這一張 其實是在倫敦有一次二次大戰的時候 可是就算是圖書館 在戰爭中他已經破損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人們還是想要讀書 想要閱讀 想要有文化 所以他們會進到這個 破爛的圖書館裡面去翻書去看書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場景 這場景整個都已經是爛掉了 因為被 因為空襲 被炸彈炸爛了 可是還有人在圖書館裡面翻閱書籍來看 那這個其實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感動 就算怎麼時局怎麼樣不好 怎麼社會怎麼變動 我們的生命可能隨時都會不見 可是我們還是想要去圖書館讀一點書 接受文化 這樣一個時間還有東西可能變成灰塵 然後消滅了毀壞了 可是在毀壞裡面 它還是充滿了很多的生命力 所以從一開頭的這幾張照片 其實都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 你到底這個東西好像有點像廢墟 好像有點像不要的東西 可是這個不要的東西裡面 其實又充滿了很多 原原不絕的人量或生命力 來提醒我們 千萬不要把一些東西 好像外表上已經不行了 你就覺得不行了 其實它背後還有很多意義 那我們看到 這裡有一些空拍的畫面 地上的這些好像塵土的東西 其實就好像我們 從很高的地方往下看 好像人變成螞蟻一樣 所以地上的這些點點滴滴的塵土 其實在地面上都是很大的東西 那過來這邊其實是從地面 然後像牆面 那這牆面就是阿倫斯克 那時候拍了很多在牆面上 很抽象的圖案 那從這邊也一樣 比如說它有一些顯微的攝影 或是其他的空拍的東西 都是在講說這些好像 在牆上或在地上所留下來的痕跡 它其實都是有很多時間 或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 也許是智慧 也許是意外 所產生的痕跡 那最後我們來到了這邊 這邊有兩張照片 一個是火山 火山爆發以後 這個火山岩把人給包起來了 就變成好像有點化石的感覺 我們去義大利的龐貝古城 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整個城市 因為火山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形 那這是千年前的人 它基本上不會存在了 可是火山 這個好像把它殺死的東西 把它把一個人活活 活埋的東西 可是因為這樣的東西 它卻讓這個人的形狀被留下來 這個也是回到我們這個Dust 所謂城與石 所以這個灰塵或這個石 這個火山岩 把人到底是把它殺了 還是把它保存了 所以它把這個人形的 好像一個雕像的東西 跟一個墳墓 我們知道墳墓上面 有很多的大理石的石頭 或是灰塵等等 這是一個破掉的玻璃板所拍的照片 所以它讓這兩個 好像都是屍體一樣的照片放在一起 其實也在提醒回到我們這個展覽的宗旨 就是Dust跟時間 我們知道二次大戰在結束 就是因為廣島跟長崎 被美國丟了兩顆原子彈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後面當然就是核彈紀念公園 那有一個人好像在這個公園裡面休息 攝影很微妙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這個當然是事後變成一個公園 它變成好像一個安全的可以休息的地方 可是它既然它是一個核彈核爆之後的 它其實是一個隱含的危險跟恐怖的地方 所以這個休息的人 他是在休息嗎 還是在暗示的人 在這個恐怖面前好像掛掉了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 它的這個照片 永遠都有這樣的一個張力 或是整個展覽其實都充滿了這個 正負矛盾的張力 它在休息還是死掉 這個核爆給我們的是什麼 表面的和平 可是背後 它其實是更大的傷害 那當然來到了這張最有名的照片 就是東村照明所拍的 我在從前看到這樣的照片 都以為它是一個牛肉或豬肉 好像是一隻整隻牛或整隻豬掛在那邊 它不是肉不是牛 它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玻璃瓶 這是啤酒瓶 啤酒瓶這樣的東西呢 因為核爆的關係高溫 然後它整個就變形了 變成一個奇怪的扭曲的樣子 那東村照明 這個日本攝影家 就把這個扭曲的瓶子拍下來 也讓我們知道說這個核彈爆發的威力有多大 可以造成一個這麼大的委屈跟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照片其實也是一樣 不是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那個形象 而是背後是怎麼樣的能量 讓這個東西或這個照片變成這樣 那這個也是所謂回到我們的主題 它所要談到的事情 這個展覽充滿了各個大師 那這個就是美國的大師 Walker Evans 那這張照片可能就不一定每個人都認識 它其實是一個小朋友的墳墓 這個墳墓看起來非常的安寧非常的寧靜 可是大家我們都知道墳墓代表的是死亡 其實也是代表著背後 為什麼小朋友會死掉 然後死在一個這樣 感覺是一個枯極又荒涼的地方 我們來到了202這個房間 那這個就完全就 跟剛剛的201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201有很多歷史的照片 很多大師的很有名的經典的歷史的一種對話 202的第一組照片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組照片 所有玩過攝影的人或搞攝影 甚至於業餘的玩家都知道 攝影師最討厭的是什麼 就是鏡頭上有灰塵啊 那尤其是現在數位時代 我們就知道那個CCD上不能錄成啊 所以這個灰塵 跑在你的底片 跑在你的感光元件 跑在你的鏡頭上 對攝影師對搞攝影的人 可能是最恨的一件事情啊 可是這位藝術家呢 他就是把這個事情做成作品 好像鏡頭上髒了 大部分人不會這樣做 可是他就會拿T恤起來擦鏡頭 這大概很多這個嚴謹一點的 或商業攝影師會覺得很頭痛 怎麼會有人拿T恤來擦鏡頭 可是假如很多在外面 在野外在拍照的人就知道 明明我在野外工作 然後風沙很大 然後鏡頭又髒了 我哪來試鏡子啊 我當然就是把T恤這樣拿來擦 最妙的是什麼 這個照片裡面各位看一下 他其實真正有灰塵跟髒東西在照片上面 就是說他不只畫面裡面的人在清灰塵 我們看到照片 照片裡面好像充滿了好像有髒點還是什麼 我們以為在拍這張照片的 鏡頭上的灰塵沒有擦乾淨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你再仔細看 不是 他還有真正的灰塵 被黏在這個照片上 因為他感覺有三重的灰塵 在這個作品裡面 所以他就是一個比較當代的攝影家 利用灰塵 然後攝影家要清潔灰塵 然後會有毛髮 會有這些髒東西的東西 夾在他的方向也好 或拍照也好 所以這個其實很巧妙 對於許多做攝影的人來講 我想這一組照片完全可以呼應到他們可能曾經面對過的一些窘境 那這一面牆是John DeVola 他做的一系列的作品 這一系列的作品就是 他到廢墟裡面還加工 他可能用噴漆啦 可能用什麼東西 在原本已經殘破的廢墟裡面 開始去好像有點作畫 在當場作畫這樣的東西 所以 他在走進了不同的廢墟裡面 然後用噴漆也好 或不同的東西也好 在這個廢墟裡面 加上他自己的加工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重新再拍下來 所以這是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 這也是非常知名的一套作品 他有一些彩色的部分 也用類似的手法或是用光描的方式 到一個廢墟裡面去做再創作 然後我們看到 這202裡面其實最大件 其實是有三個系列 都是叫永牧民族 他的一 他的二 跟他的三 然後這個其實在講 原本呢 在這塊地方 原本有住了一些吉普賽人 可是因為要開發 那開發商就進去了 把原本的這個地方 整個都破壞了 他用了從一開始的天空的雲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整個土地被破壞的感覺 然後再來到第三 他從一個空拍來看到 這整個被打掉以後 他準備要重新再做一個 等於要把這個地方 開發成一個新社區 好 我們來到二樓的最後一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也是一樣 充滿很多幾張大的照片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灰塵 都是乾的灰塵 那現在他來到一個地方 是比較潮濕的 那這個濕的灰塵好像泥巴 那可能人走下面是河邊 所以濕濕的灰塵又是什麼感覺呢 其實就像這張夜間攝影一樣 它好像帶一點濕意的 又有點人的足跡的 在這個人所建設的這個橋底下 這個放映室裡面的作品叫做低雨 低雨所呈現的地方是什麼 是京都 原本美國想要在京都投射原子彈 這個京都整個是日本文化重鎮 那實在太美了 後來美國決定沒有在那個地方投射原子彈 它所拍攝的京都 其實並不是我們所了解的那些廟 其實是個自然的應該是植物吧 這看起來也很像整個痛調 很像這個灰塵結構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告訴我們一個沒有被破壞的環境 它原本自然的應該有的樣子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像被破壞過的 可是它是好的京都 然後這個是垃圾山 垃圾廠 我們都知道垃圾廠總是充滿了很多這些 彩色的色彩繽紛的東西 然後它把跟這個好像油畫這種抽象的油畫放在一起 所以是垃圾跟這個彩色的好像互相呼應 那它到底是美還是髒亂 這也是這一組照片給大家的一樣 那這裡有一段很巧妙的畫 它說一個照片假如它一直放在地上 然後經過了一段時間呢 它就會慢慢會有很多灰塵在上面 這個灰塵越來越厚越來越厚 就變成一顆一顆的球 那這一顆球好像一個棉球一樣 你好像可以把這個棉球再拉出一條線出來 那這個線好像就是一個線索 好像就是一些訊息 那這些線索跟訊息不就是跟照片一樣 我們看到的照片會有很多的訊息從影像裡出來 所以它把灰塵凌結以後 因為時間的凌結而變成團 團又變成線變成訊息 好像也在呼應了整個展覽給我們的東西 這個空拍的這個照片 一樣我們看到照片 是不是覺得好像跟我們看到的第一張照片 那個玻璃很像 那這照片上也有很多記 是不是很像我們在看到的第一張上面有很多灰塵 也就是在外表上這兩個畫面好像非常的像 那在照片上好像也有類似的訊息 可是在實質上在現實上 他們是極強大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在攝影裡這個兩個極度不一樣的東西 在攝影裡可以看起來像一個類似的東西 所以這樣我就覺得 他為什麼要用這張照片來做一個ending 那這裡有另外一個ending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巧妙的 國外有很多這個大樓要把它拆掉 在台灣都是慢慢的拆 在國外可能是用爆炸的方式 那這種把大樓拆掉爆炸的方式 就會吸引很多的人來圍觀 所以他是把這樣的一個現象拍下來 所以灰塵一個大樓整個建築物被爆炸以後 這個灰塵變成大家來圍觀的一個事情 那他把這個東西也當作另外一個ending 就好像我們這麼多觀眾來看這一大堆灰塵 我們到底來看什麼呢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很美妙的ending 來當作這整個攝影師來結束